第十八回 自疯狂家庭陷怪状 必险恶母子一离乡 我见母亲安然无恙 便上前拜见 我母亲吃惊怒道 谁叫你回来的 你接到了我的信吗 我道 只有吴家老太太带去的回信是收到的 并没有接到第二封信 我母亲道 这封信发了半个月了 怎么还没有收到 我此时不急查问寄信及电报的事 拜见过母亲之后 又过来拜见沈娘 我那一位堂房姐姐 也从房里出来 彼此相见 原来我这位沈娘 是我母亲的第一堂轴礼 族中多少人 只有这位沈娘和我母亲最相得 我的这位叔父 在七八年前 早就申雇了 这位姐姐是沈娘的女儿 上前年出嫁的 去年那姐夫可也死了 母女两人 恰是一对寡妇 我母亲因为我出门去了 所以都寄到家里来住 一则彼此都有个照应 二则也能解寂寞 表过不提 当下我一一相见已毙 才问我母亲给我的是什么信 我母亲叹道 这话也一言难尽 你老远地回来 也歇一歇再谈吧 我道 孩儿自从接了电报之后 心慌意乱 这句话还没有往下说 我母亲大惊道 你接了谁的电报 我也吃惊道 这电报 这电报 不是母亲叫人打的吗 母亲道 我何尝打过什么电报 那电报说些什么 我道 那电报说的是 母亲病重了 叫孩儿赶快回来 我母亲听了 对着我沈娘道 沈沈 这可又是他们作怪的了 沈娘道 打电报叫她回来也罢了 怎么还咒人家病重呢 母亲问我道 你今天上岸回来的时候 在路上 有遇见什么人没有 我道 没有遇见什么人 母亲道 那么你这两天 先不要出去 等商量定了主意再讲 我此时满腹狐疑 不知究竟为了什么事 又不好十分追问 只得搭讪着 简点一切行李 说些别后的话 我把到南京以后的情节 一一告知 我母亲听了 不觉躺下泪来道 要不是无济之 我的儿此刻 不知流落到什么样子了 你此刻还打算回南京去吗 我道 原打算要回去的 我母亲道 你这一回来 不定济之那里 另外请了人 你不是白回去吗 我道 这不见得 我来的时候 济之还再三叫我 早点回去呢 我母亲对我沈娘道 不如我们同到南京去了 倒也干净 沈娘道 好是好的 然而直少爷已经回来了 终久不能不露灭 且把这些冤鬼打发开了再说吧 我道 到底家里出了什么事 好沈沈 告诉了我吧 沈娘道 没有什么事 只因上月落了几千雨 祠堂里被雷打了一个乌角 说是要修理 这里的族长 就是你的大叔公 倡议要众人分派 派到你名下 要出一百两银子 你母亲不肯答应 说是族中人丁不少 修理这点点乌角 不过几十吊钱的事 怎么要派起我们一百两来 就是我们全承认了修理费 也用不了这些 从此之后 就天天闹个不休 还有许多小零碎的事 此刻一言也难尽数 后来你母亲没了法子想 只推说等你回来再讲 自从说出这句话去 就安静了好几天 你母亲就写了信 去支召你 叫你且不要回来 谁知你又接了什么电报 想来这电报是他们打的 要骗你回来的 所以你母亲叫你这几天不要露灭 等想定了对付他们的法子再讲 我道 本来我们族中人类不齐 我早知道的 母亲说都到了南京去 这也是避地之一法 且等我慢慢想个好主意 先要发富了他们 我母亲道 凭你怎么发富 我是不拿出钱去的 我道 这个自然 我们自己的钱 怎么肯胡乱给人家呢 嘴里是这么说 我心里早就打定了主意 先开了箱子 取出那一百两银子 交给母亲 母亲道 就只这点吗 我道 是 母亲道 你先寄过五十两回来 那五千银子是五黎州西 也有二百五十两呀 我听了这话 只得把祖父对我说 王祖相借去三千的话 说了一遍 我母亲默默无言 歇了一会儿天色晚了 老妈子弄上晚饭来吃了 掌上灯 我母亲取出一本账簿来 道 这是运灵就回来的时候 你伯父给我的账 你且看看 是些什么开销 我拿过来一看 就是张鼎晨交出来的盘店那一本账 那中一注一注列得很是清楚 到后来就是我伯父写的账了 只见头一笔就付银二百两 底下注着带应酬用 以后是几笔不相干的零用账 往下又是付银三百两 也注着带应酬用 像这么的账 补下七八笔 付去了一千八百两 后来又有一笔是付找房价银一千五百两 我莫名其妙道 什么找房价呢 母亲道 这个是你伯父说的 现在这一所房子是祖父一下的东西 应该他们兄弟三个分住 此刻他及你叔叔都是出门的人 这房子分不着了 估计价来 可以值得二千多银子 他叫我将来估了价 把房价派了出来 这房子就算是我们的了 所以取去一千五百银子 他要了七百五 还有那七百五是寄给你叔叔的 我道 还有那些金子呢 母亲道 哪里有什么金子 我不知道 只这一番回答 我心中就犹如照了一面大镜子一般 前后的事都了然明白 眼见的什么存装生息的那五千银子 也有九分靠不住的了 家中的族人又是这样 不如依了母亲的话 搬到南京去吧 心中暗暗打定了主意 呼听得外面有人打门 砰轰砰轰的打得很重 小丫头名叫春兰的 出去开了门 外面便走进一个人来 春兰翻身进来道 二大爷来了 我要出去 母亲道 你且不要露面 我道 不要紧 丑媳妇总要见温姑的 说着出去了 母亲还要拦时 已经拦我不住 我走到外面 见识我的一位迪堂伯父 号叫紫英的 不是在哪里吃酒 吃得满脸通红 反背着双手 避别着进来 向前走三步 往后退两步的 在那里朦胧着一双眼睛 一见了我便道 你你你回来了吗 几十道的 我道 方才道的 紫英道 请你吃吃 说时迟那时快 他那三个字的一句话 还不曾说了 忽然举起那反背的手来 拿着明晃晃的一把大刀 劈头便砍 我连忙一闪 春兰在旁边 哇的一声哭僵起来 紫英道 你你哭 嫌完了你 说着提刀扑僵过去 吓得春兰哭喊着飞跑去了 我正要上前去劝识 不料他立脚不稳 轰的一声跌倒在地 叮当一响 那把刀 已经跌在二尺之外 我心中又好气又好脑 只见他躺在地下 乱嚷起来道 反了反了 执儿子打伯父了 此时我母亲 沈娘 姐姐都出来了 我母亲只气得面白纯青 一句话也没有 沈娘也是彷徨失措 我便上前去掺起他来 一面说道 伯父有话好好地说 不要动怒 我姐姐在旁道 伯父起来吧 这地下冷呢 紫英道 冷死了 少不了你们敌命 一面说 一面起来 我道 伯父到底为了什么事情动气 紫英道 你不要管我 我今天输得狠了 要见一个杀一个 我道 不过输了钱 何必这样动气呢 紫英道 哼 你知道我输了多少 我道 这个侄儿哪里知道 紫英呼得直跳起来道 你赔还我五两银子 我道 五两只怕不够了呢 紫英道 我不管你够不够 你老子是发了财的人 你今天没有 就贫一个你死我活 我连忙道 哎呦呦 随手在身边 取出一个小皮夹来一看 里面只剩一元钱 七八个小饺子 便一起清了出来道 这个先送给伯父吧 他伸手接了 拾起那刀子 一言不发起来就走 我送他出门 顺便关门 他却回过头来道 直哥 嗯 我不过进来做本钱 明日赢了就还你 说着去了 我关好了门 重复进内 我母亲道 你给了他多少 我道 没有多少 母亲道 照你这样给起来 除非真是发了财 只怕发了财 也供应他们不起呢 我道 母亲放心 孩儿自有道理 母亲道 我的钱是不动的 我道 这个自然 当下 大家又把子英拿刀拼命的话 说笑了一番 各自归寝 一夜无话 明日 我捡出了祭之给我的信 走到祭之家里 见了吴伯恒 交了信 伯恒看过道 你要用多少呢 我道 请先借给我一百元 伯恒一言 取了一百元交给我道 不够时 咱来取吧 祭之信上说 仅多尽少 随时要应付的呢 我道 是是 到了不够时 再来费心 辞了伯恒回家 暗暗安放好了 就去寻了一位组长 大叔公 此人是我的叔祖 号叫做戒轩 我见了他 他先就说道 好了好了 你回来了 我正盼着你呢 上个月 祠堂的房子出了毛病 大家说 要各方派了银子 好修理 谁知你母亲 一毛不拔 耽搁到此刻 还没有动工 我道 估过价没有 到底要多少银子 才够呢 借轩道 价是没有估 此刻虽是多派些 修好了 余下来 仍旧可以派还的 我道 何妨叫了泥水木将来 估定了架 大家公派呢 不然 大家都是子孙 谁出多了 谁出少了 都不好 其实 就是我一个人承认修了 在祖宗面上 缘不要紧 不过 在众兄弟面上 好像我一个人 独占了面子 大家反为觉得不好看 老师说 有了钱 与时这样花的吃力不讨好 我倒不如拿来孝敬点给书工了 借轩府长道 你这话一点也不错 你出了一回门 怎么就练得这么明白了 我说非你回来不行呢 尤云秀他还说 你纯然是个孩子气 他那双眼睛 不知是怎么生的 我道 不然呢 还不想着回来 因为接了母亲的病信 才赶着来的 借轩沉吟了半赏道 其实呢 我也不应该骗你 但是你不回来 这祠堂总修不成功 祖宗也不安 就是你我做子孙的 也不安呢 所以我设法叫你回来 我今天起给你说穿了 这电报是我给你打的 要想你早点回来料理这件事 只得撒个谎 那电报费 我倒出了五元七角呢 我道 费心得很 明日连电报费 一起送过来 说罢辞了回家 我并不提起此事 只商量同道南京的话 母亲道 我们此去 丢下你沈沈姐姐怎么 我道 沈沈姐姐左右没有牵挂 就一同去也好 母亲道 几千里路 谁高兴跟着你跑 知道你到外面去 将来混得怎么样呢 沈娘道 这道不要紧 横竖我没有挂虑 只是我们小姐 虽然没了女婿 到底要算人家的人 有点不便就是了 姐姐道 不要紧 我明日回去问过婆婆 只要婆婆啃了 没有什么不便 我们去住她几年再回来 岂不是好 只是伯母这里的房子 不知拖谁去照应 我对母亲说道 孩儿想 咱们在家乡是断断不能住的了 只有出门去的一个法子 并且我们金帆出去 不是去三五年的话 是要打算长远的 这房子同那几亩田 不如拿来变了价 带了现银出去 去便 再图别的事业吧 母亲道 这也好 只是一时被他们知道了 又要来讹诈 我道 有孩儿在这里 不要怕她 包管风平浪静 母亲道 你不要只管说嘴 要小心点才好 我道 这个自然 只是这件事要办就办 在家万不能多担个日子的了 此刻没事 孩儿去寻邮云秀来 她做惯了这等忠人的 说吧 去寻云秀 告明来意 云秀道 近来大家都知你父亲 剩下万把银子 这回为什么要变起产来 莫不是装穷吗 我道 并不是装穷 是另外有个要紧用处 云秀道 到底有什么用处 我想云秀不是个好人 不可对他说实话 且带我骗骗他 阴说道 因为家伯要补缺了 要来打点布费 云秀道 啊 真的吗 补哪一个缺 我道 还是借补通舟呢 云秀道 你老人家剩下的钱 都用完了吗 我道 哪里就用完了 因为存在汇丰银行 是存长年的 没有到日子 取不出来罢了 云秀道 你们那一片田 当日你老人家制的时候 也是我经手 只买了九百多银子 近来年岁不很好 只怕值不到那个价了呢 我明日给你回信吧 我听说便辞了回家 入得门时 只见满座都挤满了人 不觉吓了一跳 正是 出门方域图生计 入世何来坐上宾 要知那些都是什么人 且待下回再寄